身着白大褂正在实验室进行基因曲扬测试的是香港青年企业家施敏耀 出生于乌村的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2015年为了能够更加全身心投入到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中 他创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生物科技公司 他坦言一直以来他都期望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为病人提供更多帮助 开始是没有打算做 这是我人生里面从中学到大学没有一个概念 我要做企业家我要做出场 倒过来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生物科技 我那个时候总觉得是说因为其实生物科技是人的问题 你去花一生的真理去解决人的问题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主要是基于说我真的想把我学的跟已经累积的经验 放到一些人的临场里面应用 所以我要跑出来 经过数年的努力 市民要所带领的团队研制出可预防癌症的血液基因检测等关键技术 回顾自己的创业历程 市民要表示自己曾面临最大的困难 则是来源于家人的不理解和朋友们的质疑 2006年的时候就是开始我的那个生物医学工程 其实那个时候比较多的是读那个商业啊 酒店管理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妈都说你确定要走这个怎么特别的路吗 只是这个这个概念嘛 其实坦白说到现在我妈都是这样子做的 坦白说我妈妈可能一直都还没理解我做什么事情嘛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困难 我觉得是当你做一些出创新性的事情 其实最大压力是说你身边的人就是不太理解你做的事情 就给你很多压力这样子 早在2019年国务院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对有科研合作项目需要的医疗数据和血液等生物样品跨境 在大湾区内限定的高校科研机构和实验室使用进行优化管理 这段说明药看到了心急欲 但坦白说现在医疗数据是比较敏感的 因为对于每一国家嘛都比较敏感 但是这个敏感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不能融合整个世界的数据 然后在整个世界数据库里面去找一些新的发现 让贡献去人类嘛 之前就是这个问题了 好了但是大湾区的出现 其实就让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希望会解决 因为在此是在大湾区的干领里面嘛 其实核桃就是一个我们叫试点 是的让首先让首先数据跟样品嘛 可能是有一个有限度有空间的自由的进去 所以对我们香港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地域 未来嘛就是大湾区和他 就是我们香港发挥一个生物科技领头羊的 那个最好的四点强 疫情之下 香港市民的安全健康受到冲击 市民药及其团队除了向周边地区的市民捐赠酒精 消毒液口罩等防疫物品 也帮助政府进行病原追踪 为疫情防控注入正能量 为香港的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其实我们也去做一些有关于那个COVID-19的研发嘛 比如说因为其实那一开始最简单 大家是做那个核心检测嘛 但是问题做完以后怎么去追踪那个源头嘛 其实我们有一个技术 刚才我提到就是NGS嘛 这个技术也是现在政府也在用这个技术 去怎么去追踪这个源头嘛 但是感觉我们都在听来自此的 这是自己预防 ž手 而言之